再來看到這位網紅焦糖陳佳行 他多次公開的力挺國產疫苗 說挺高端 甚至不惜在網絡上頭 跟網友們論戰 質疑大家都在抹黑高端 說大家都在造謠 但是他昨天在臉書上頭發文 說他已經是預約接種了AZ疫苗 說自己雖然更想打國產的高端 但第一劑有什麼就打什麼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不過貼文下方就有人質疑 說那你不是挺高端嗎 為什麼要打AZ呢 但現在確實就是疫苗 如果你可以打的話 當然就是先有得選的 你就先打 可是大家最想要打到的是哪一支 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這一個 拱計數字了 因為在昨天開放了18歲以上的人 來登記打疫苗 結果就發現了 大部分的人真的想打的 還是莫德納疫苗 比例上頭是蠻懸殊的 大概有6成3的人想要打莫德納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人看了國際上頭的數字發現了 確實它的免疫反應 在發燒這個部分是比較小的 因為打了莫德納之後說八成的副作用 大概就是注射部位會疼痛 但是只有3%的人會有發燒等等的問題 那麼少數人會出現紅斑或者是蟻麻疹 那也有人在問了是不是 副作用越強免疫效果會越高呢 對此說年輕人的免疫系統確實是比較強 反應會比較刺激 但是在莫德納這一支的問題就是 對於極少年輕男子有可能 會罹患心肌炎這風險就會來的比較高 甚至大部分的人他們的說法是打完之後 沒有感覺不痛也沒有發燒 但是告訴你是這樣子 其實不代表說你沒有免疫反應 疫苗就沒有效果 這個跟效果力保護力是沒有直接相關係的 而如果最近呢 您能夠預約打到疫苗的時候 不管說你打的是AZ或者是莫德納都提醒您 打完之後多喝水 同時呢 如果覺得疼痛的話 再吃止痛藥或者是有發燒的話 再吃這個退燒藥 那麼產生免疫反應身體會微發熱 最好還是多做休息 根據路透社快訊報導 說在澳洲雪梨剛剛宣布了 因為Delta變種病毒株的入侵 導致了新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過去24小時 新增加確診案例高達了97人 也因此在澳洲原定7月16號的解封日期 將會再繼續延長兩個星期 目前暫定是到7月30號 同時再試疫情的狀況予以評估 而另外國際間 南韓在今天上午公佈了最新的疫情數據 截至昨天的午夜24小時為止 這新增加新冠肺炎確診人數 高達了1615例 這創下了南韓疫情爆發以來的 單日新高紀錄 南韓全國有5200萬人口 目前只有大約11.6%完成接種 因為最近確診病例暴增 導致大家瘋搶預約施打疫苗 官方的預約網站因此癱瘓 而南韓昨天被迫宣布停止55歲到59歲民眾 上網預約接種 而另外呢就要來看到的是在清淨農場的綿羊秀 即將在明天正式上場 關了很久的綿羊 前一天的微解封來看看他們的狀況 好 直播帶你來看這個很可愛的畫面 綿羊大軍上班囉 在南投的清淨農場 前一天是正式的開園 而綿羊們呢也跟著微解封 但是啊正式的綿羊秀要等到15號 也就是明天早上 但是這些綿羊們呢 他們被關到已經分不清楚東南西北 明明是同樣的上班路線 但是啊他們經過路口綿羊大軍 竟然左轉右轉搞不清楚 工作人員呢還趕緊跑出來 把他們導向正途 原方說經過兩個月的休息 綿羊秀即將就在明天登場 但你聽一下稍早 原方說法 出綿羊的家會稍微繞圈圈以外 那今天綿羊走到台十字甲線的公路 那能經過工作人員的引導 已經能夠順利找到上班的地方 上班的熟悉路線終於回來了 這些這個清淨農場的綿羊們呢 微解封的第二天上班路線沒有走錯 接著就要等明天早上 睽違兩個月解封的綿羊秀正式要上場 最近消息時間交還棚內 好現在呢 因為三級警戒的關係不能內用 所以很多餐廳開始轉作外送 結果外送員說等餐等太久 催促店家 老闆覺得出餐壓力大 就這樣兩方發現激烈口角 外送員和店家吵得不可開交 連背後小朋友都被嚇得目瞪口呆 原來雙方激烈爭執 又是因為餐點等太久 店家態度強硬要外送員不要接單 轉給其他外送員甚至不客氣的 叫女外送員離開 你馬上來我就要馬上給你嗎 我沒有說我馬上來給我剛才說 我剛剛已經等很久了 外送員也怒了大聲回嗆 抱怨自己等很久 雙方你來我往音量不斷提高 距離力爭 這名外送員在臉書PO書事發經過 說自己先等了七到八分鐘 超過取餐時間又跟店家反應 店家卻回要再等七到八分 雙方因為取餐時間瞧不攏爆發口叫 因為我們在跑外送的話 就是等於時間等於算是金錢 我們的系統的話都可以使用轉單的功能 覺得不想等我們直接轉掉就走了 你不想算你就走開啦 我也不欠你們啊 三級警戒還沒解除 民眾的外送需求高漲 店家忙出餐 外送員急取餐 雙方一忙 火氣難免 疫情下生活形態改變 大家也情緒緊繃 店家和外送員必然發生摩擦 或許將心比心各退一步 火爆的場面就能越來越少 就…